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孩 哥哥姊姊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紅小蘭 下個禮拜學校要舉辦 校園美化比賽 老師是什麼比賽啊 這一次要用 資源回收用具來佈置回收卡 好特別喔 而且這一次是班季比賽 所以每個人都要參加對不對 對 每個人要記得要分工合作 好 你們討論一下 好 我先去忙 要分工合作 裡面有什麼想法嗎 我想想看 我知道了 我家裡面有很多雜誌 都是我姐姐買的那種時尚雜誌 裡面好多衣服都好漂亮 我可以把那個撕下來 然後貼在回收桶上面 好棒耶 可是等一下啦 童童 那麼漂亮的雜誌 妳把它撕壞了 妳姐姐會不會生氣啊 對啊 不會啦 那個她都不看了 都過期了 那就可以用了 那就可以了 是... 瓜瓜那你覺得怎麼樣啊 對啊 用時尚雜誌把它貼一貼如何 很好啊 很好 我沒有意見... 對了... 那我可以拿我們家剩下的顏料 然後我們可以塗在我們的回收桶上面 這樣就有顏色了耶 哇 這樣很漂亮耶 很壞壞 對啊 瓜瓜 你覺得我們要塗什麼顏色好啊 對啊 隨便啦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對啊 我覺得那個回收桶 它的樣子好醜 這樣好了 回收桶裡面有很多那個瓶子 罐子跟蓋子 我們把它黏一黏加工一下 就可以變成不一樣的形狀 哇 真的 變立體的 對... 瓜瓜 你覺得怎麼樣 我們改變它的造型如何 不行啦 你們決定好就可以了啦 我沒問題的 瓜瓜 哥哥 你小心一點啊 你不要踩到它們啦 踩到誰啊 螞蟻啊 我再不要查螞蟻啦 螞蟻 你看 螞蟻它們啊 這樣子 走路 走成一排得好整齊喔 瓜瓜 你為什麼都不參與討論 對啊 老師說我們下個禮拜 就要比賽了 要分工合作耶 我有啊 你們剛剛不是都有問我 我都說OK 沒問題 隨便啊 那可是你都沒有出意見啊 這樣你就沒有幫忙啊 你們決定好就好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都沒有參與 哪有分工合作啊 你這樣很討厭耶 對啊 我這樣哪會討厭啊 你們決定好 然後問我 我都說OK 沒問題 我就不會有問題 同學們 討論得很熱烈喔 討論出來了嗎 老師 瓜瓜都不參與我們的討論 老師 我哪有啊 他們都有問我啊 我都說沒問題啊 哪有 都可以啊 你們又不是這樣 對啊 瓜瓜在忙什麼啊 老師 老師你總過來說 小心一點喔 你不要踩到我的螞蟻喔 他們這樣子排隊很整齊的 小心一點 螞蟻 你在看螞蟻啊 對啊 來 瓜瓜 先過來老師這邊 好 瓜瓜 老師跟妳玩個遊戲喔 好 老師啊 剛剛準備了一些 老師用過的筷子 來 妳拿著 要把它折斷 折斷喔 很簡單對不對 很簡單耶 那這一次老師拿 三根筷子 三根筷子 挑戰一下 也是要把它折斷喔 整不斷吧 很簡單吧 瓜瓜力氣很大喔 對啊 我都有吃飽飽 那這一次 好多喔 我覺得他一定沒有辦法折斷 這個一把筷子 挑戰一下 沒關係 我來試試看 打力一點啦 加油 打力 老師 這一把筷子好難折斷喔 折不斷了吧 折不斷 我們人啊 就跟這個筷子一樣 一個人的時候呢 力量很小 但大家只要團結起來 力量就會很大喔 原來是這樣 老師 我知道了 我剛剛在觀察螞蟻的時候 牠們排隊 排成一排很整齊 而且牠們在搬東西的時候 都團結合作一起搬耶 這樣力量很大對不對 那妳剛剛有沒有看到 有一隻螞蟻 落在那旁邊在發災啊 好像都沒有螞蟻在偷懶耶 所以我們人啊 就跟螞蟻一樣 要記得要分工合作 互相幫忙 一件事情啊 很快就可以完成囉 老師 妳說的 我明白了 同學 對不起 我剛剛應該跟你們一起 參與討論的 沒關係啦 瓜瓜 我跟妳說喔 我們剛剛也已經說好了 我要把家裡那個姐姐的那些 過期的雜誌拿來貼 裡面的時尚雜誌衣服都超漂亮的 這樣我們就會有一個 很時尚的落色桶了 好耶 而且還要我決定呢 要改變一下它的形狀喔 我們可以用那個罐子啊 瓶子跟蓋子 給它黏一黏拼一拼 就可以變出一個特殊的造型 好有創意喔 還有 瓜瓜 我想要拿我們家剩下的顏料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塗顏色了 對啊 妳覺得要塗什麼顏色好 我覺得橘色好不好 瓜瓜 回收桶本來就是橘色的了啦 對 對 那妳想要帶什麼來幫忙呢 我 我家有很多糖果 我可以帶來給你們吃啊 不是啦 是 吃完糖果之後 那個包裝紙都很漂亮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蝴蝶結 來裝飾垃圾桶啦 對 好聰明耶 很棒 那老師的黏洗塊呢 我們可以插在上面 這樣看起來好像仙人掌喔 對 很可愛吧 那就插在上面